哈! 大家好,我是红爱珠 今年很荣幸以2020台北市结婚这篇文章 拿到这一届散文奖的评审奖 所以谢谢所有的评审 谢谢主办单位文讯 谢谢台北市 这是我的第二座台北文学奖 我的第一座台北文学奖 是20届的老派少女购物路线 这一篇文章经过了三年 在今年终于集结成了我的第一本 散文集 所以可以说是 我的写作是从台北文学奖开始的 谢谢大家 我一路以来写的很多是家族的往事 或者写一些生活里头发生的事情 所以如果一定说我有什么文学主张的话 那就是写自己愿意写的 谢谢